Carrie Gensilla 東南洋蘇 也就是東南洋蘇裡面 有很多投擲和控制方式 我們要示範的這組系列 我們要示範的這組系列 稱為Wireless Shure 在這系列當中 我們將會為大家 示範幾種 不同控制敵人重心的一種方法 接著 我們就直接示範今天的主題 首先,當我們在應對對碟的時候 我們兩個都是進行在主戰裝 所以我們要應對是在於 對手攻擊JumpCast 他的前後直拳的時候 我們可以進入 切入 並且來做不同的中心的控制 所以我們先看第一組的示範 當他做DOT 我們可以去做Catch 或是從一個Carrie的角度 都可以來去做進行 所以我們從Catch Squire Line Track 從中間的位置來去切入 同時上去 上走 吸擊 切入到近身控制的一個角度 這時候我的身體 往前踏 並且控制敵人的一個重心點 所以第一個 我們要做破壞重心的動作 我們的位置 將會往我的前後方 那我的手 會往我的斜前方 他同時 做一個重心的破壞動作 我們再看一次慢慢的 1、2、3、4、5 破壞他重心 6 同時 往他的對角線 前後的一個位置 來去進行重心的一個破壞 OK 這是第一種的一個方針 第二種的一個方針 我們同樣的一個位置 來做清淨 OK 第二個 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用我們的手 往他大腿的方向 所以我們的固線將是會往地板 往前方 以及地板的一個方向 同時來去進行切入 但是記得你的後手 要隨時的保護好 你的一個攻擊線的一個角度 OK 我們再來看第二組的一個示範 1、2、3、4、5 所以我的手還是控制著 接下來 我們的重心線 來去做一個破壞 這是第二組的一個動作位置 在第三個方針 1、2、3、4、5 我們控制了在這一段 所以你看到我的腳 單純的膝蓋向前 往他的近骨 來去破壞他的重心 所以他的路線 會往正前方 來去做一個控制的動作 但是你要記得的是 當你在做切入進來的時候 我的腳 必須要能夠 卡住他的一個前腳 所以當我在重心 慢慢的往前的時候 他的近骨 將會給予壓力 然後破壞他的一個重心線 接下來一個動作 1、2、3、4、5 所以當對手 他的重心比較往下 來去做控制的時候 我們的步伐可以 用我的後腳 往膝蓋來做一個撞擊 同時他是往斜輕面的一個角度 來去進行 重心的一個破壞 再看一次他示範 這是第四種的一個方式 第五個 我們可以延續的剛才 但是現在我們的手 變成了這一段的打擊和控制 所以往下 來去進行重心的一個破壞 再來看一次 1、2、3、4、5 所以我的手 控制他的一個前手的力氣動 所以我的右手位置上上來 實際上他會進行一個打擊 所以我們往下 就可以進行一個控制的一個動作 我們翻到另外一邊 來去做示範一下 所以我們在剛才進行這五組的動作 第一個位置 我們是做一個前後 用我們的腳去做一個swift 第二個位置 我們往斜下去做一個切入的動作 第三個 我們用前腳去破壞他的重心 第四個 我們用前後腳的膝蓋 來去往側面 進行一個撞擊 並且破壞 第五個動作 我們可以做一個打擊 破壞他重心的時候 同時做一個swift 我們來看一到五的一個動作 再注意示範 這是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OK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示範的一個 Wireless Strip 就是一個重心 破壞的一個動作示範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